后汉军日前,中航工也在珠海航展吹风,会上无意的提到,此次珠海航展中国很可能会展出某型作战飞机的飞翼布局驗动机的模型。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很有可能,就是一直都不肯露面的轰二十,因为在此前,中航工业的大国企飞宣传片的莫伟又曾付出过中国新型战略轰炸机轰二十的彩蛋,鉴于此前有很多官方消息都显示,中国的新型战略轰炸机将于2020年前推出。 所以在此次的珠海航展上,证明了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看到中航工业公布新型轰二十的飞翼布局驗动机模型道。 尽管中国从未开发过战略轰炸机,但愿二十军用运输机和C919商用喷气式可机的生产,仍然反映了中国航空工业有研发和生产战略轰炸机的基础。 一型的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技术挑战允许非常大,但是对于场面只能是用老爷子红油的中国来说。 这种付出,无论是需求角度,还是别的因素都是值得的,中国或许从来都不会发动战争,但中国必须有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 可以配合核潜艇执行跨洲机打击的战略轰炸机是一个好选择,就像俄罗斯的图160和美国的B-2一样。 在此之前,中国空军的战略和打击严格来说当然是空白的。 最先进的轰6K型并没有改变航程短,运载能力上,突防能力差等弱点,充其量只能被称为战术轰炸机。 中国空军破切需要一种结合了俄罗斯图160高,音速性能和美国B-2远程轰炸机,隐身性能的新型战略轰炸机。 这意味着中国的空二是要么有所取舍,要么做出更好的气动外形,来让鱼盒行长可以兼得。 对于战略轰炸机来说,承载能力也是衡量其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航工业如何在平衡其他数据的情况下拥有更大的载大量,也十分值得观望。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在积累研制大型战略轰炸机,所需的技术和条件。 新的战略轰炸机是个类似于现代运输机和隐形战机的结合,需要更多技术的铺垫才能有所成就。 虽然,此次中海航展可能公布,的验证机模型也许会十分简陋,但仍然代表了中国在该领域持续投入资源直到达成要求的水星。 中国的经济工业规模和人力资源,使得中国在进行大型项目,使用着得天独厚的有势以及纠正错误从来的能力。 轰二时也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 转发并续投入,连续较队了,连续输和人力资源。 转发并续输出,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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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输出。 感谢观看